這個是我媽媽給我的小番茄 可是呢 它都裂開了 所以我想說哪把它拿來做這個番茄炒大 那我把這個小番茄切一切 如果亂掉部分就把它切掉 對 亂掉這部分把它切掉 對切就好了 這個小番茄那個番茄炒炭很高級耶 有那種五星級等級的感覺喔 等我喝多一點 我就喝一杯 來喝兩杯 就喝一杯 我就喝了很多 所以我就喝了一杯 我喝了一杯 這小的小番茄炙 我喝了一杯 我喝了一杯 洗一下 切 好了 切好了 打兩顆蛋三顆蛋好了三顆啦 你兩顆也可以三顆也可以 我今天蛋想吃多一點 三顆蛋給他打一下 好了 倒進去差不多一湯匙的油啦 目測啦 這湯匙的油 繞一下 然後把蛋放進去 給他煎一下 蛋給他煎一下 好 這個番茄就掛了這個番茄 差不多炒九分熟啦 就把它裝回來 把它裝回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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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蛋裝回來 這個打蛋的這個過程 然後開始 又繼續 這個番茄 那 炒到番茄有點 便報有點出水 炒番茄的時候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這邊進來炒 一起炒 蒜頭跟番茄 一起炒 一起炒 它番茄要炒到 有點 水蒸的感覺 加大概半杯的水 蓋子給他分一下 少許的鹽 少許的鹽 炒到一匙 大約二分之一匙的糖 放進來 放這個時候 丟進來 這樣 好 是酸的 所以呢我加二分之一匙的醋 然後加一匙的番茄醬 加點九層糖 讓它顏色漂亮 מ一聲 這部分就算蜂蜢 是酸酸酸釣的 在變ós酸酸 topic 到 footage 我們在過後